一個過去挺菜的人 現在因為來到大陸 開始被網爆被霸凌 台灣到底是什麼民族自由 那都是謊言 他就來個大陸 你就可以看到 島內這個新聞真的是壞蛋 今天這個就是key point嘛 這就是結局嘛 今天就是證明了大陸 拆不下島內這種小鼻子小眼睛 賤人壞蛋 一群騙子在執政 今天就發現這種尷尬的全面 大陸的鐘沒刺 回來島內卻被霸凌 咱們打獎和獎老家這幾天啊 我真的完完全全沒有想到啊 島內啊可以為了一個大網紅來到大陸啊 然後吵半天玻璃新隧道翻 甚至啊 這一個網紅來到大陸的新聞版面啊 都已經跟大陸漁船翻覆都差不多 你看 反鐘反到你沒有底氣 你要反什麼鐘啊 台灣朋友沒有底氣 你沒有拳頭 你看看這次大陸漁船翻覆的事件 你看看綠營那種嘴臉 還要繼續想要操弄他的支持者 好像給他們打一個強勁針 讓他們覺得我們都很勇敢的對抗大陸 我們都嘴巴不會軟 我們嘴巴都很硬 繼續想要對抗大陸 結果從海巡署第一時間就說謊了 說這個漁船是自己這個蛇行 然後翻覆 然後接下來哇也證實 關鍵竟然沒有錄影 所以啊我相信啊 不管海外的華人跟大陸朋友 大概已經可以明白 為什麼韓國人說島內就是一個謊言島 今天因為 真的我們大陸同胞不幸的這樣子遇難 尤其啊不要再對島內那種好像虛假的民主自由 有一些還會催島內 真的直接罵他吧 來連一個漁船的事情都可以說謊都解決不了 還要跟我談島內多麼棒 你是不是搞笑啊 再覺得是說好像今天大陸的不越界就沒事 就是這種鬼話 各位不用講了沒有憲法 你們堅持的主權沒有了 這世界就是比拳頭的啦 不要再去害台灣人未來可能會走向戰爭這條路啦 走向戰爭這條路美國在幫台灣也是怎麼樣 也是兩敗俱傷啦 所以啊發生這麼大事就台灣的媒體竟然還在大量的關注 台灣的大V網紅叫鍾明軒 他在油管上也有113萬訂閱非常的高啊 而且觀看量也相當的高 就台灣媒體還在因為他最近去大陸而崩潰 那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 也就是這個網紅鍾明軒 最近他兩部影片啊 他分別去了北京跟上海 然後啊他在他準備來大陸的那集 當時他就講啊 他也不希望透過媒體去了解 他也想要親自來 而且他還特別強調什麼 他還特別強調是說 他沒有不喜歡大陸的人 他是不喜歡大陸的政府 重點他也大概是說 我就是反正也要眼見為實嘛 其實對於鍾明軒的言論 我真的有非常多 我也覺得有他的問題存在 可能他還是想要去討好一些台派嘛 但是各位我今天不去談論 我喜不喜歡這個人 我只談論今天島內這種整天說自己自由民主 但是又大爆自己臉的狀況 真的是很噁心啊 他今天我只想問他來個大陸到底有怎麼樣嗎 什麼一堆娃娃需要這樣玻璃心碎呢 他今天來大陸我也看到他講一些大陸可能 比較負面的東西啊 對不對那你們到底玻璃心碎什麼 還是因為他裡面講還蠻喜歡這裡的 甚至之後可不可能再去更多地方旅遊 各位我真的已經完全錯亂 到底今天是島內自由還是大陸自由 因為其實你翻開鍾明軒過去 所以他除了挺蔡同學還跟蔡同學一起拍片哦 然後甚至還上了讓非常多大陸朋友們 讓我也覺得很詬病的PPC 英國這個媒體 當時PPC的新聞的標題就直接寫 島內大選啊而被標籤人邀的網紅中民選啊 當時就訪問他 直接把他定義為挺蔡的 然後你知道嗎 他當時還跟PPC的記者怎麼講 你現在反過來看 你真的會覺得非常的諷刺 我跟別人有合作 可是他們公司因為我的政治立場 他就把他下架 在中國不管怎樣都會被冠上政治 任何藝術的東西跟政治就不要扯上關係 鍾明軒就說啊 在大陸啊不管怎麼樣都會被冠上政治 來鍾明軒多麼反大陸的政府 他甚至在這一次要大陸行 還特別前面強調 他沒有討厭大陸人民 他是討厭大陸的政府 結果各位鍾明軒是不是順利 進入到大陸 他還途中一直強調什麼 一直強調我進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直想要用著好像我們是不同的 這種角度來去行錯 然後在大陸旅遊 結果最終他也沒事啊 結果各位 反而他今天去大陸玩的影片 尤其他在裡面對於大陸比較正面的評論 卻在島內引起軒然大波 甚至媒體職業標題就寫 鍾明軒大陸獨履惹意 首度發聲 我是台灣人 但也能愛中國 你看我想問一下這個媒體 這也是綠媒 什麼叫做他來大陸獨履惹意呢 他也沒辦法 他就拿著台包證來 各位很好玩的是 鍾明軒你也是拿著台包證 來到大陸沒錯嘛 這個就是兩岸的現實啊 現在我相信你有注意到這點 你已經是拿台包證了 但是我也很想問問看 島內這種民主自由的媒體 到底他今天來大陸惹了什麼意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他犯了什麼法 犯了法或者是講錯話 可能你在歐洲我挺納粹 這個惹意沒有錯 那請問一下他來大陸惹什麼意 我完全看不懂這種新聞 這新聞是在反自由嗎 我們還標榜自己自由 我們還最愛講我們自己自由 我今天覺得最噁心就是這樣 又愛講自己 又沒辦法做到 這就是島內這種最糟糕的狀態 你今天你覺得自己優勢 結果你也做不到你的優勢 那你就等著失敗吧 他誰啊 鍾明軒日前獨自到大陸旅遊啊 在當地跟計程車大談這個政治啊 你看 跟計程車的司機大談政治 不是很多島內的人還覺得 在大陸沒辦法講這些嗎 甚至鍾明軒都拍下來了 那李當這計程車司機 可能已經消失了吧 那不對啊 計程車司機消失之前 鍾明軒應該要消失啊 為什麼他要消失 因為他當年也是撐香港啊 各位 他還甚至訪問核運師啊 哇這個敏不敏感啊各位 所以你看這個新聞打不打自己臉啊 蛤 說在當地跟計程車司機大談政治 並公開表示很喜歡大陸 覺得大陸很安全 不料此言論啊 正反兩面評價 認為啊 鍾明軒為中國洗白 事件爆發後啊 讓鍾明軒首度發聲澄清 我不認同我是中國人 我到現在依然認為我是台灣人 是台灣人也可以愛中國這塊土地 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你看各位 我也想跟鍾明軒講 不用再去兩邊討好了 以現在兩岸的局勢啊 你要走對歷史方向 如果你們還是有腦的網紅 真的 把事實講出來就好了 你的身份證是什麼 憲法是什麼 總不會我們今天精神分裂吧 我的法律放在那裡 法律告訴你不能闖紅燈 然後你告訴我闖紅燈是合法的 現在台灣就是這樣的狀況 不管你覺得你今天是不是中國人 你就是中國人 你的法律就是中國人 不管你怎麼告訴我 有沒有人看跟我賭 我直接拿出一百萬 你們可以證明你不是中國人 我就把這一百萬給你 除了這些老外啦 就是住在台灣拿著 所謂我們身分證的人 所以你看整篇新聞 就只是為了一個意識形態 為了一個錯誤的東西 不斷去討論 就為了一個謊言 因為周明軒 覺得來到大陸 覺得這裡很安全 也蠻喜歡這裡的 就因為這樣 哇 戳破很多人的玻璃心 甚至戳破了很多過去 要把大陸心說多麼可怕的謊言 今天難道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他透過海巡署的事情 你看看今天周明軒的事情 你就知道這個就是一個謊言島嘛 你看所以他現在還想要趕快怎麼樣 因為我明白這個人的一個點在於什麼 我覺得他可能過去 他也是因為唱歌有名的嘛 他那時候還是小朋友 韓國人以前也看過 他唱這歌 當時就是被人家詬病很難聽嘛 然後那個紅的方式也是有一點黑紅啦 不是那種正面的紅 就是可能大家就覺得是 他是搞笑啊 他是一個諧星的方式的紅 但是到了近幾年 就是到了他品賽同學那幾年 他很多的論述啊 可能做自己啊做什麼 所以吸引到很多年輕人支持他 所以我也理解他 現在也很害怕失去一部分的人 但是他還是要做出自己的長年的立場嘛 我就是我嘛 我就做我自己嘛 就跟他的可能裝扮一樣嘛 但是各位真的為台灣好的人 不是這樣的 為了台灣好的人絕對要講實話 這是韓國人我們一直在堅持的 所以啊現在我們真的看下來覺得很好笑的是 你看一個過去挺菜的人 現在因為來到大陸 也開始被網爆被霸凌 看我影片的朋友們應該會越來越覺得台灣到底是什麼民主自由啊 韓國人剛剛前面不是講他當年也是有訪問過這個核韻師嗎 結果新聞馬上寫什麼 新聞就寫啊 鍾明軒附路先坡啊 然後雞排妹喔 也就是這一次 綠綠的雞排妹啊 說啊 翻舊片 嗆思議啊 他說啊 想洗白大陸的劣跡啊 然後內文就說啊 雞排妹啊 在臉書發文批評啊 中的影片儼然是企圖為大陸的劣跡 泡一次漂白水 並翻出 之前在2019年香港那段時間啊 被當局壓制的情況 鍾明軒是失憶了 香港的事我們還需要再講嗎 蔡同學稱什麼香港啊 那當年打警察的那一些暴徒們 還需要再講嗎 那那一些逃到島內的港人 然後不知道跑去哪的 我還需要再講嗎 所以為什麼說都是謊言就是這樣嗎 而且各位你知道他就來個大陸 你就可以看到島內這個新聞 真的是壞蛋 那標題就直接寫 鍾明軒稱香港就片 招向大陸舉報啊 網友希望啊 他下一次入境大陸啊 還能安全啊 你看各位 這什麼心態啊 那各位如果照著標題所說 記不記得當年稱香港 其實有個非常大的謊言 那個謊言就是說啊 如果當年香港啊 哇沒有挺過那一關啊 如果讓這個送中的條例啊 順利通過啊 那可能島內的 有罵過大陸的人 去了香港 很可能就被送到大陸審判了 因為你罵過大陸 那如果照這樣的話 那中是直接去大陸耶 那他還稱香港怎麼沒被抓 所以各位 今天這個就是key point嘛 這就是結局嘛 今天就是證明了大陸 拆不下島內這種 小鼻子小眼睛賤人 一群壞蛋 一群騙子在執政的島內 你看 今天就發現這種尷尬的局面啊 去大陸的中沒一次 回來島內卻被霸凌 那請問一下兩岸還需要比較什麼嗎 大陸早就在處理國際的事務了 那島內卻為了一個網紅來到大陸 然後吵翻天 甚至綠綠的人也跳出來 真的島內的人民啊 這不清醒 反抗這個無良的政府啊 那真的就等待失敗的降臨 不管你是哪個立場 都一樣 失敗將會降臨在島內 仍然是在這裏 沒有了 坐在那邊 上飛去 我們要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